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个点 帮普间再往西式水库的方向走 叫希望森林 希望森林有听过吗 有听过 好 希望森林是2016年自来水公司 它为了要新建物料仓库 所以无预警的把一片绿地全部就移为平地 在那个过程当中引发社区哗然 好 然后所以简单来讲那个故事就是这样 那块2016年的时候 就是一片就突然被剃掉了 这样看得清楚吗 这片大不大 看起来蛮大的对不对 它为了要盖物料仓库 所以就趁着2016年的9月29日 就教师节过后 然后一个台风天的夜晚 它就突然把这片两公顷的绿地就全部挖掉了 第二天一早居民起来散步 台风过了 居民起来散步 想说这边到底怎么了 就像被鬼剃头一样 突然就一片就变成黄土 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在问 来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家 你会去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这点怎么变成了呢 旁边的人讲 我也不知道呢 然后大家就摸摸鼻子回家继续吃早餐 早上出来散步 对吧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 刚好就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60 那个时候他刚好60岁 然后得了癌症 退休 提早退休 然后在家里治疗 就一天到晚去水源地散步走路 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学会 怎么用脸书 他就在现场把照片拍下来 然后就po在脸书上 然后这件事情在网路上 就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在讨论这件事情 他竟然就变成了一个 从网路上的运动 然后变到是在现实中的运动 从网路中的运动是什么 就开始有地方人士发起说 应该要要求自来水公司 把诉众回去 哇这口号一喊出来了之后 在现实世界里面 就开始发生带动的作用 你看 这块面积 如果你用空拍机来看 是真的还不小 这个就是整个鸟看暖暖 然后这边是东是西 然后这边是西是西 两边会流起来变成暖暖西 然后你看这边有没有一点白白亮亮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西是水库的水面 所以当时这块面积大不大呢 还不小 旁边这边是暖西国小 暖西国小的操场 然后这边是教师研习中心 所以整个看起来 其实还不算小 就整个一次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是现场的照片 没时间了我就不细说 然后反正就很惨 我现在就要讲 他现在变成绿 他现在变成是希望森林 这件事情就变成是 居民大家就在骂 狂骂成一团 所以你看之前是 有水源地那边是有绿色隧道的 结果后来被 有一半就突然不见了 大家非常非常不高兴 那这件事情就需要有人组织 然后我们就跳下来 帮忙协助组织大家 然后把这个东西回过头来 变成是在公部门的政策中 进行对话 搞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嘛 所以后来就变成 在实体中就变成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就你看这边写 捍卫暖暖水源地 拒建仓库还暖暖树林之类的 把树种回去 后来自来水公司 知道他们做错事了 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 就跑到基隆市 在基隆市政府里面 开了一个记者会 跟基隆人道歉 说他们做得不好 他们是为了要盖仓库 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他们来道歉 但道歉完了之后 有没有把树种回去 还是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后来就在讨论了之后 让这个议题就转向成 变成是说 那既来自来水公司 你不种回去 那我们自己种 所以你们接下来 会碰到的那位李正仁老师 就是接下来带你们走读的 对不对 李正仁老师 透过他帮我们找到 两千株原生种的树种 台湾原生种的树种 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个上午 号召了大概三百多个居民 以暖暖在地人为主 然后就一次把树 全部都种回去了 就这样 这件事情在暖暖在地 一样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什么争论呢 有居民真的是 这个是真的 有居民告诉我说 你怎么可以在上面种树 那是你的土地吗 我想想对啊 也不是我的 那我可以种吗 真的换成你 你觉得你要不要种 你知道吗 在种树的当天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 邀请大家来种树 九点钟要大家来种树 六点钟 自来水公司就到现场 订了牌子 说这个是他的 property 这个是他的财产 任何人都不可以动 六点钟就去订牌子 然后八点钟活动前一个小时 三分局一大堆警察 就已经在现场 我问你 你敢不敢种 然后那天雨下得很大很大 超级无敌大 我就想说完蛋了 那个我们两千株树苗 还藏在旁边树丛里 如果都没有居民要来参加 我们几个十个志工 我们自己种到死啊 结果你知道 就雨下一下结果就停了 然后就放晴 所以你看这边地都还是湿的 对不对 就远远来就来了一组家庭 爸爸妈妈带了一个小孩 小朋友还拎着一个小塑胶水桶 第一组就进场 我心里想 太好了 结果时间一路往下推延 从第一组家庭到第二组家庭 然后就来了三百个人 而且以暖暖在地的居民为主 我们就把那两千核给种完了 2016年种的 2016年的十月底种的 我们从九月底开始协调 跟自来水公司协调到十月底 到他们来道歉 他们还是不种 最后我们自己种 这个是我们在暖暖区发动的一场 非常关键的公民运动 哪一个钟头 没有啊 就是进来了以后 大家就进来种了 他其实不敢 这倒也不是明粹 应该是说 整个社区的氛围 社区里面的氛围 大家觉得就是 树就是要种回去 因为水源地之余 很多暖暖在地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多年的记忆 我认为 包含现场的警察也是 是 好 然后我们就再往下讲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陆陆续续 大家会有一些公民意识开始在发展 所以种下去树之后 小树苗很容易被杂草给盖掉 所以我们偶尔会进去 帮忙整理一下场地 当然那也还是自来水公司的场地 但是我们一直维持一种习惯 就是尽量进场去整理 然后到整理到最后 就会变成是默认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 我们后来再慢慢就在那里面 办了一些小型的活动 比方说我们教大家来认识野菜 然后等等等 然后教大家做 用里面的野菜来做超阿贵 之类的 然后在那边整理场地 这个是做超阿贵 然后我们还出了一本绘本 叫做希望森林 在讲这个社区运动里面的故事 好 细节就不说 那当然现在目前为止 自来水公司仍然有 还在规划跟在想 在那个地方可以怎么往 那块土地他们打算怎么使用 也还在进行中 其实我要讲 在希望森林这个议题里面 确确实实会碰到 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 那我要说 不会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想法 我们也不太可能是在一个 大家共同讨论之后 很明确的有一个 所有人的共识就往前 他其实就是一个 觉得应该要把树种回去的议题 就这样往前推进 推进的过程中 边走边调整 所以确实在这件事情里面 确实有里长 直接告诉我说 你应该反对没有问题 但是你应该装装样子就好 反对完了之后 你拿到你该拿的 这件事情就让他结束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如果让仓库可以在那边兴建 至少可以增加暖暖一点点就业机会 我这样讲听懂 所以说到底 还是一个很根本的概念 就是说 当我们在讲地方发展这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那是什么概念 地方发展这件事情 它是被什么 可以用什么框架来进行对话跟讨论 这很难 这非常非常难 再往前 就是到西式水库 西式水库都应该进去过吧 有吗 好 我就快快说 这个其实我们看完就好 那只是要跟大家特别讲 是说西式水库作为暖暖溪 散步到里面中间的一个点 然后它当然也会算在整个大的 算在整个大的 我认为的淡栏路网当中的一部分 因为你如果用流域的概念来看 从基隆河然后到水路转路路 然后淡水 那个暖暖溪 然后暖暖溪上来在西式西东式西 基本上都算 这个看过我们就不说 但是你如果还没有去那边看过的人 我觉得应该要去看一看 你不只是去看 你还应该真的应该去摸一下那个坝体 你这辈子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机会去摸到一个水坝的坝体 但是这边你直接走路过去就可以摸得到 这个水库到目前为止 其实今年已经97岁 从完工来开始算 它97岁 再过三年到四年 它就会满100岁 我们也在想怎么样帮西式水库 办一场百岁的亲生活动 但是真正的关键不在它几岁 而是在于是说 从日本人新建了这个水库之后 几乎到目前为止 国民政府接收完之后 几乎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 从来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事情 它有清淤 这个是确定 但是水库坝体本身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 就是可以足足用100年 而且现在还在使用中 它的历史地位就会是 它是全台湾第一座民生用的水库 然后我们后来往前问了一些文史工作者 当然这个也可以再去验证或考察 它为什么这么坚固 不只是在工法上 日本人特别考究 我们听到的是什么 是它的材料的组成 非常高纲 水泥的材料基本上是 它们是用万里的沙 然后再加头前溪的石头 然后再用暖暖溪的水 做出来的 那为了要让整个水泥的凝固 更有效率 所以它们为了做这个水坝 还特别在暖暖先做了 设了制冰场 OK 为了要让温度的控制 可以让水泥凝固的更有效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水库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使用中 其实是蛮特别的 这也算是暖暖的人的骄傲 但你知道 在西式水库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回到人跟环境的关系 它终究要在练习对话跟辩论中 得到一个结论 很多人主张西式水库 它应该要开放 可以成为休憩的景点 这件事情在社区里面 也出现两极的反应 有人觉得说它应该要开放 然后为暖暖带来更多观光的收入 我这样讲听懂 还是回到原来那个逻辑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 没有调查过比例 认为这个地方 它就是水源保护区 它不应该开放 而且它应该就是维持 尽量维持一百年以来的样子 OK 那这件事情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居民们如果没有机会 坐下来好好讨论 并且在对等的资讯之下 形成共事的时候 它很容易到最后 就一样是政治决定 我这样讲大家理解吗 对不对 就是你选出来的人帮你做了决定 好 来暖暖西散步到 我最后讲一个点 这个点稍微偏出来一点点 在这边 你们看 暖暖西一路往上游 说到西式水库 这边有一个西式水库 对不对 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水体 这个水体是什么 是叫做翠湖 也在暖暖 它在八渡山的旁边 我们住在暖暖的人 不知道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翠湖 或者是 林大哥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哪里吗 他以前有一个名字叫沈中湖 是在基隆中学旁边 但是后来因为整个 那个暖暖交流道的开辟 所以把它跟沈中切开了 就是变成两边 我要讲 我们其实是不断的透过关注 各式各样社区里面的公共议题 然后让不同的 关注不同的人的议题 是有机会可以集结 而这种 比方说有人关注生态 所以他会出来种树 有人关注文史 所以他会喜欢帮普尖 有的人喜欢西市水库的氛围 所以会常常到这边散步 等等 这些人 有机会都是可以发展成 是一种跟我们此刻主张的 手作步道的概念 对话的人 但是怎么样更有效的 把这些人是可以组织起来 他到最后 我所谓的组织 并不是要成立一个协会 而是说 他可以形成是一种在价值上的连带 然后可以一道往前 共同推动这个社会有一些改变 那淡然的路网 我一直认为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它可能就像现在我们在讲的网路一样 但是淡然的路网也可以是的 好 翠湖这件事情也非常特别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件事 我们经常会接到电话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发现淡湖如何如何了 这个议题快快讲完就好了 这个土地过去是省中的土地 然后基隆中学的土地 然后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特殊的手法 他就由公转私 然后变成留到私人的手上 最后最后留到谁的手上呢 我们知道他最后最后留到华龙集团的手上 华龙集团当时的负责人 现在已经死了 前几年死了 就翁大明 我们年纪稍微有一点的人会知道 那翁大明 翁大明用了翠湖这块土地 然后呢 等于是从左手卖给右手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掏空 那个 他那个人寿叫什么 国华人寿 OK 所以后来国华人寿 反正在财务上出了问题 然后最后就是 就整个结散 然后土地又再次释放出来 然后留到现在的地主手上 那我要讲 翠湖在2005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是 他被不明人士清到了4000吨的废弃物 4000吨的废弃物多还是少 多啊 但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4000吨的垃圾倒在那个地方 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警察 知道这件事 换言之其实他们都知道 我这样讲了解吗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 没有 就是公权力根本没有办法抓到 到底是谁到的 4000吨垃圾你知道要多少台车次的卡车 进去到吗 非常非常多 而这件事情竟然地方警政单位没有人知道 那你就知道 没有 他们都知道 但是不知道 这种问题其实在基隆仍然在发生 你不要以为没有 你不要以为没有 来我们在座基隆人 你回想一下 前不久是不是有一个案子 我们现在也在想要了解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就是杠子疗炮台那边 有发生山崩 大家知道吗 那崩下来那一块 其实就是回收业者在做的 那怎么会一大块崩下来呢 那崩下来的到底是什么 这么大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OK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多 好 然后2017年地主以清理垃圾为名 然后就是新的地主 为了要清理那4000吨的垃圾 所以他就要开始开挖那里 但是没想到他开挖这件事情的同时 就变成违法滥肯 然后所以这个案子就爆发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 这个是翠湖 漂亮吗 还不错吧 这张照片是我去拍的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很漂亮了 在童花开的季节去拍的 这个点你们看不到太远了 就是这一块 它是一个验射湖 狭长形的验射湖 然后基隆高中 基隆高中在这边 所以就是被交流到切开了 好 这个我们快快看过就好 整块土地的面积大概就是这样 好 我要讲 4000吨的垃圾都倒在这里面 然后真正真正垃圾清道的地点 其实是这里 垃圾清运计划里面写的垃圾 也都是埋在这里 但是他们挖的是哪里 他们挖的是这里 连一点点重叠都没有 就是刚刚好就是切开 垃圾都是埋在这里 但他们挖的是这里 然后一路往那边挖 其实就是高速公路 而且是高速公路的顺向坡 危不危险 很危险 那我有一堆登山的朋友 就看到了 就跟我讲 那时候我还不是议员 就跟我讲 王老师这边挖成这样等等的 我们就想搞不清楚状况 就空拍机就掉进去看 我一看拍成这样吓死了 然后后来就直接具名 跟金融市政府检举 然后检举完了之后呢 检举完了之后 金融市政府才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直接就发了公文 要求说 这边要热令停工 那结果你猜他们有没有停工 没有 继续挖 而且趁着假日继续挖 后来登山课的山友又再跟我讲说 王老师你说他们停工了 还是在继续挖 我们空拍机再掉进去看 真的是这样 然后就再一次把这些资料 全部又再汇整 再丢给金融市政府 然后金融市政府才 直接汇通了警察 然后一路进到这个基地里面去 然后把工地负责人跟施工单位 都全部带走 带回到分局里面去 来 这个就是那个景象 空拍机拍 垃圾都在这里 然后他们挖这里 然后这个也都是在 我们刚刚在讲的 暖暖西散步道的路径旁边 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被人打了一顿 好 不细讲 但是总而言之是说 各位我再说的是 除了告诉大家 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事情 是在做什么之外 同时也跟大家说 当我们办公室在思考 淡然路往的这件事情的同时 他如何同步跟其他议题发生联系 你知道吗 所以像这个议题 跟我们结合比较多的团体 你知道不是环境团体 跟我们结合比较多的 其实是山友 爬山的山友 所以后来我们办了好几次 那个从八堵山在下切 这个翠湖的活动跟路径 甚至包含去整理那边的山境 其实都是跟山友一起做的 那你知道这些山友 当他在这个议题中 对环境有感的时候 他会一起跳进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跟他对话完之后 这群人也一样就会进入到淡然的网络中 我这样想知道 因为那是一个整总体大的 价值跟概念的统合的过程 他就会知道说 他每天爬山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健身 不是只有交朋友 不是只有自我实现 他同时包括了什么 他同时包括了山林的巡守 他同时也包括了 对整个山林水泥化的监督 这几件事情 其实都会同步在进行发生 所以我们怎么把手作步道 这件事情 除了看成是一个活动 一种工作方法之外 它同时也变成是一种 组织跟教育的过程 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重要 你如果有机会成为一个 手作步道的老师 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是在里面我们看到 仍然还在里面的垃圾 但目前为止都还没被清走 但是土地却被挖了一大块 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山头 就被挖掉了